作词 李宗盛 你忘了 风干了忧伤 我要和你重逢 在那草盲的路上 生命已被权益 潮落潮涨 有你的远方 就是天堂 我叫李宗 今年十七岁 我出生在中国 但我不住在哪里 在过去的五年里 因为爸爸的工作 我的家人在十个国家居过 我们在中国 新加坡 德国 法国 印度 马来西亚 英国 澳大利亚和台湾都居过 现在我们住在美国纽约 看到所有女生 德国大厦和时代广场 我很高兴 我也上了一个新学校 我不喜欢去新学校 因为我的家人经常绑架 所以我不叫新朋友 我以前喜欢叫新朋友 但每次我都会难过 因为我总是会离开我的朋友 所以我现在不喜欢叫朋友 我是一个孤独的人 我的新学校叫朋友中学 今天是我的第一天 我现在给你看你的课料 谢谢 不客气 同学们好 上个星期我们学了中秋节的故事 今天我们读读一下 你好 同学们好 这是李友 他会是你的新同学 请你们做他的好朋友 你好 李友 你有很好听的名字 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好的 我叫李友 我起身在中国 因为我父亲的工作 后来我们没有住在哪里 我喜欢学习中文 是我最喜欢的运动 谢谢你自我介绍李友 我想你会喜欢我的中文课 我们一起欢迎李友 好的 现在我们上课 李友 你知道中秋节吗 我知道中秋节是中国的节日 没关系 谁可以告诉李友 我们怎么庆祝中秋节 谢谢 请举手 王鹏 我和我的家人喜欢一起做月饼 好 因为我跟我家一起做花道 很好 谢谢 朋友们为什么庆祝中秋节 请举手 王鹏 因为人们珍惜他们的家人 谢谢你王鹏 现在请你跟你的重拙 一起看一看 长额和后遗的故事 谁能告诉我们的新同学 李友这个故事 我可以 好 谢谢 谢谢 你好 我的名字是白银爱 你说你在德国住国 对不对 我很爱很爱德国 我非常想去 可是飞机票太贵了 德国没有意思 德国人很没有礼貌 好的 我们现在做工科 我们知道 我这样说德国一定很打击他 但我是一个孤独的人 新冠以后 我的社交恐惧 正也越来越严重了 越来越不喜欢和别人说话 他看上去是一个很好的人 我希望我能成为他的朋友 但我不想再交新朋友 然后又离开他们 然而 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 在整个悬念中 我知道了他喜欢唱歌和跳舞 我也知道了 我们有很多一样的爱好 我们俩都喜欢红色 我们都觉得火蓝的是我们的男神 很快 我们成了好朋友 每天对一起玩儿 我以为我们会永远是朋友 但坏 消息终于来了 Lio 你说得怎么样 漫漫糊糊 Lio 爸爸妈妈要告诉你一个消息 怎么了 因为我的工作 我们加油要绑剑了 所以你伤网失忆 你年纪以后 我们要绑到日本去 为什么 对不起 我的孩子 爸爸也没有办法 好的 现在我们开始 小竹后动 请你去找一个同学 练习念课文 Lio 你想跟我一起课文吗 好的 当然 好的 我先念课文 然后你念 爸英爱 我要告诉你一个消息 什么消息 怎么了 我父母说 明年我和我的家人 要搬到日本去 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爸爸的工作 我们的搬家 这不公平 我们只想一个办法 我没有办法 等一等 我有一个办法 明年 你为什么不和我一起住 这是个好办法 但是 我不知道我的父母 会不会同意 别担心 我很聪明 我有办法 我需要你想办法 让你的父母来学校 所以 我告诉我的父母 他们星期五的来学校 因为我的中文老师 想跟他们见面 你说 爸英爱 这是你的 tambah吗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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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想你离开 谢谢你 谢谢你 不客气 叔叔阿姨 请你们坐下 我们想告诉你 为什么Lio 不应该离开 我们的学校 巴英爱对我的父母说我可以明年住在他的家里 他说他的父母很想要我在高中的最后一年跟他们一起住 三十分钟以后,我的父母终于同意了 这是我的第一次在学校开始有贵书版 我很高兴和我有了一个好朋友 我在学校,有了家的感觉 哦耶,哦耶 我都在学校,我的灵魂整理都在满身间,满身 哦耶,哦耶